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欧姨 最近啊 剪髮 髮型失敗 那我就不出来面对大家啦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认识 孔雀鱼的一些小知识与伪行的介绍哦 孔雀鱼软胎生 降于科中花匠鼠的语言 嗯 不晓得大家是否有一种观念 觉得孔雀鱼就是以前我们水沟中的大杜鱼呢 当然啊 以往我们口中说的大杜鱼啊 是源自于日本时代 那日本的卫生单位为了改善啊 当时的卫生环境所引进的一种食文鱼啊 这一类的鱼种呢 它并没有很鲜艳的外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贩售过的 黑猴胎生酱就是食文鱼的一种 从体型上呢 就能理解为何大家固有观念中 会将两者混回一谈哦 其实啊 这两者是同科却不同属的鱼种 所以啊 以后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说孔雀鱼 就是大度于这种错误的说法咯 我们不一样 好 那我这边也讲一下哈 这个我知道待会一定会有人留言 说那个字念仓 不是念价 但是个人习惯哈 大家如果很在意的话 就看我们下面的细细字幕 好 OK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孔雀的尾形 藉由对尾形的了解 也可以针对自己所养的孔雀来做环境上的调整哦 一 三角尾 这是最经典的尾形咯 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一种旗形 三角形 它以正三角为标准的形态 在养殖上呢 我们要注意水流不宜过强啊 最好能够缓水流释养 大家可以看它这个尾巴这么大一圈 就知道哦 它很容易让鱼汁的负荷很重 所以呢 如果你用很急的水流去养 就很容易造成鱼汁的衰弱情况出现哦 第二 双剑 在尾形的上下两端的往外拖曳 就如同两把锐利的双剑了 这也是这几年比较受玩家喜爱的表现之一 那帅气的外形是一点最重要的 是这种尾形呢 它很适合在我们草缸里面养殖哦 水流强一点的环境呢 也难不倒它 同时啊 这个尾形对鱼体的负担也比较小 相对上来说呢 我们的照顾也容易很多哦 三 灌尾 灌尾的破 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军冲啊 用了好多年没有换掉的拖把一样 这是一种很见仁见智的尾形啊 那喜欢的很爱 那不喜欢的呢 你送它免费 它也不要啊 以我们自己贩售的经验来说啊 只能说这鱼啊 在市场上非常非常的不受青睐啊 那这种情况呢 也只能说还肥厌兽各有所好咯 四 毛尾 哦 毛尾啊 这是很流线的一种尾形 同样 适合在草缸里面养殖 这种会拉天线的品系啊 在市场上呢 一直有一定的玩家在追求 我们整体的孔雀鱼来说啊 它仍然是比较少见的一种存在 有兴趣的草友们呢 当你有机会看到这只品系的时候 不妨可以把它收藏来养殖看看哦 嗯 圆尾 圆尾啊 是最原始的孔雀鱼尾形 是最适合呢 在有流树中的水来游动的尾巴 好友们呢 可以注意看看就会发现 通常 圆尾的孔雀 它身形呢 都比较小型化 饲养上难度相对上来说也是最容易的 繁衣灰量全体的样子 扁认是最高的 grenade xn 只能有捕捕鞋唇籃 比较大 hp 灶牌尺 三个大 Pot given 这个尾巴啊 养殖断代的难度很高 很高啊 繁殖也不容易 我太难了 那一直以来呢 都有一种长弓是无法繁殖的说法 实际上呢 长弓它仍然会有一定的繁殖机会 只是相对短弓来说难度很高啊 在饰养上呢 我们就一定要注意 要还水流 跟充分的喂食 否则如仙女下凡的断代 很容易就真的沉仙去啦 这是一尾难度更高的品种 在尾棋上呢 可以看到不规则的棋条延伸 与断代同样是很难搞的品种 因此这两种都是属于比较高单价的哦 养殖上呢 要注意的方向也差不多 其实啊 这种脱异的大尾形 在野外都是一定被首先猎杀的品种 所以 这种基因一定是在我们人为的环境 才有机会可以保持育种下来嘛 想要拥有它们呢 你除了口袋要生以外 自身的功力也要足够才行啊 好啦 以上呢 就是几种常见的尾形介绍 台湾啊 是孔雀鱼的大国 世界孔雀鱼比赛中的常胜军啊 虽然这几年来 孔雀的市场是一年不如一年 还记得当时学生时代的我 水手入手一对有品系的孔雀 都要六七百以上 但是 现在仍然有许多资深的玩家 在默默的坚持着 这是一个很迷人的物种呢 那希望这支影片呢 能多带一些草友来认识它的美 那因为这次是讲孔雀嘛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 红莲灯50支两组 总共抽两位来赠送 惊不惊喜 一不意外啊 我们会从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草友们 来做挑选哦 大家有没有养过 什么比较特殊的品系或尾形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哦 我是黑源 希望大家今天也有满满的收获 黑西草莹水族 我们下次见 by bwd6 做不赞 这时候是我的资金 それは今天是没有得到 你也可以看的 我授的 你也可以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